教育部最近正式審查通過 康寧大學與康寧醫護系管理專科學校合併案 今年8月1日開始正式合併 成為全國第一所記席與私立大學合併成功案例 擁有南北兩個校區 學生人數更加超過5,000人 小子化的時代來臨 學校招生一佔困難 位於台南的康寧大學 和台北的康寧醫護系管理專科學校 經過教育部正式審查通過 將會在今年8月1日起正式合併 亦是全國第一所私校和私校合併的案例 籌劃這件合併案已經三年的康寧大學校長很開心 終於等到這個結果 現在兩校合併資源共享 不僅學生的升學管道更加暢順 對學校來說亦是來多 合併之後的康寧大學 將會分設台北和台南兩個校區 台北校區有專科部 台南校區就是大學部的現狀 學生數也將會超過5,000人 事後合併本來並不容易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 康寧大學將會逐年規劃 在台北校區設立護理健康學院 台南校區就是以休閒、資訊、 餐飲管理這些科系為主 有信心學生數可以逐年成長到6,000人 學校區設立護理健康學院 學校區設立護理健康學院 學校區設立護理健康